台北市市立培洛米达新医幼儿园狼丝毛俊神 涉嫌性情多名女童 在2022年7月就家长报案 明明是两年前发生的事件 媒体受限于儿少拳法 又犯被NCC开罚 所以并没有报导揭露 导致家长们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继续将孩子们送往那件幼儿园狼丝的魔爪下 诶 那儿少拳法不就是狼丝的保护伤吗 你们到底是保护受害人还是嫁害人呢 诶 各位 出大事啦 台北市市立培洛米达新医幼儿园狼丝毛俊神 涉嫌性情多名女童 在2022年7月就家长报案 但是呢 这个毛俊神 最后却得到了不及时处分 超过了法律的制裁啊 导致媒体舆论炸锅 吵得沸沸扬扬 呃 抱歉 媒体受限于儿少拳法 所以并没有报导揭露 导致社会大众跟家长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继续将孩子们送往那间幼儿园狼丝的魔爪下 所以啊 2022年12月 又有更多受害女童家长报案 受害女童超过了20位 仅仅查扣手机后 竟然发现毛俊神有600只以上 女童的不洋影片耶 最后最后直到2023年7月 毛俊神抓了才被羁压 然后那间幼儿园 竟然到了2023年9月 才又要临停业啊 这个事件疑点非常多 我合理怀疑毛俊神 就是创意私房女童不洋影片的供应商啊 不然你们告诉我 创意私房那些影片怎么来的啊 这个事件其实比黄子交严重非常多 这个毛俊神是为幼儿园园长的儿子 除了非常熟悉 幼儿园内部的规范 还有健身系位置之外 毛俊神他还是社工系的高材生耶 这位毕业于竹男高中的毛俊神同学 他在2012年 哄意统策52节分的成绩 进入了育打社工系 获得20万奖学金 创下了 预达历年申请入学个人奖学金的最高纪录耶 这样的人 自己夹开幼儿园 确定有人能保护那些孩子吗 这件培洛米达新幼儿园 他们在112年度的招生减章 核定招生人数有56人 好那我们假设男女各班好了 那就是男生女生各28人 重点来了 现在目前已知 呈上毛俊神 至少有20位以上 那不就是几乎全员女生都受害吗 更重要的是 毛俊神他是园长的儿子耶 皇亲国戚耶 各位啊 你们自己想想看 在公司里面 请问有人敢对老板的儿子指手画脚吗 没有嘛 然后问题来了 一个获得不及时处分 自己夹开幼儿园 就会对全员女生 伸出狼爪的变态 他究竟拍600部以上 女生的布牙影片 要干嘛呢 首先 一起包安的时间点 是在2022年7月 竟然直到2023年7月 毛俊神才被羁牙 中间整整过了一年耶 毛俊神有365天的时间 可以在获得不及时处分的情况下 继续对女生伸出狼爪 后面也确实 如许有新的受害家长报案 代表毛俊神就是有犯法啊 好 那问题来了 这种老师 竟然还能获得不及时处分 请问我们中华民国的检调司法官 在干嘛呢 你们是幼稚园吗 各位啊 我们上班打混摸鱼 不认真工作 是不是会被公司惩处 被主管钉在墙壁上 会吧 但检察官跟法官 他们不认真工作 在那边乱审乱判 成了犯罪者的帮助犯 给毛俊神不及时处分 让这位毛俊神 竟然可以继续加级其他人 那些司法官竟然完全没有任何责任 检察官跟法官 运行十几万 年薪百万起跳 他们可是有司法官加级的 但是呢 他们领我们纳粹人民的钱 不认真工作 乱审乱判 竟然完全不用被究责啊 好 可能有些人看完上面那电话之后会说 不对啊 就正气不足足以才不及度啊 你之前影片不是有说 检察官不及度 法官犯无罪 不是因为他真的没犯罪啊 是因为正气不足啊 呃你们完全搞错重点啦 之前我的影片会说 检察官不及诉 法官判无罪是因为证据不足 只是在解释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不代表每次乱审乱判就是对的 就像五一高中上的案子 最不起诉 目前只判下信地震事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主公文赎罪 尤其凸刑一年六个月 这样比透视判得还轻啊 好啊那当你问我为什么的时候 我当然会说 因为证据不足啊 可是各位这并不代表认同这个结果 假设你们今天是受害家属的话 你们认同吗不认同对吧 毕竟这些事情 即便所有人都这样做 现在法条这样写 也不代表就是对的啊 检察官法官自己不认证工作 乱审乱判 全部推给证据不足 也不代表就是对的啊 过去过后是第一个 带大家站在上帝视角开天眼 让你们明白 有些人每次都拿 呃现在正常不光开水不便透露 这种话术拿来当挡箭牌 甚至以前的影片也揭秘了 司法官三千根考我的机制 作为全民力独家的第一手资讯 所以啊 你们怎么会拿以前我教你们的资讯 拿来回应我 还以为我不知道呢 当初黄子娇的案件 原本获得黄奇树两年 这个意思就是 他两年内 只要乖乖的就没事了啊 但是呢 后来媒体舆论炸锅 社会当中无法原谅 黄奇树的恶劣行径 并对黄奇树的结果 产生质疑后 整个事件才烧了起来 北剑才在今年五月改提起公诉 好啊那问题来了 如果媒体舆论没有注意到 黄子娇不就逃过一劫了吗 诶那这样一开始 让黄子娇不得博留下前科的还起诉 不就是乱审乱判吗 其实呢 到幼儿园大门喷漆 确实违法没错啊 但到底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呢 本周会做出影片揭秘了 不只有AB合约 还有AB金流的操作手法 不管是开公司做生意的人 还是更能有资金借贷 生意往来 或是乔事情等等 反正只要有钱的地方 有谈判 能沟通的空间 就能上下其手啊 就像影片内举例的造假炫富业配 你们啊一定都看过啊 只是你们不知道 他总是AB金流而已 明明是两年前发生的事件 媒体受限于鹅哨拳法 又怕被NCC开发 所以并没有报导揭露 导致家长们 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继续将孩子们 送入那件 幼儿园狼狼狼的魔爪下 诶那鹅哨拳法 不就是狼狼的保护伤吗 你们到底是保护受害人 还是嫁害人呢 那些看不下去的社会大众 又能怎么提醒 那些不知情的家长们呢 哼 真的说 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法律 还有乱审乱判的 恐龙法官统治下 去喷漆 也只是刚好而已啦 官兵民反 就是这样 我实在没办法想象 如果是那些家长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自己的宝贝孩子 送入狼狼狼狼下下 到底会有多自责啊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跟蜡笔小鑫里的小爱一样 能有个管家随护 整天陪着自己的女儿 上课下课啊 好那问题来了 如果在台湾 在我们抓了这块土地 我们这些没有用的大人 都没有办法 让我们的下一代 平安健康的长大 去幼儿园 会到狼狮 走司法 无法伤争争议 信用媒体 要么被限制 要么被控制 请问一下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信任 可以依靠的呢 假如大家都要遇到 司法不公的案件 才要来思考 应该要修法 监督 并救责警察官跟法官 把那些月顶十几万的官 跟政府官员一起列入 放大解释的行列 各位啊 这样社会问题 主要越来越多啊 因为时间只会 一而再再有三的证明了 法律 还有恐龙司法官们 他们都只保证坏人啊